牛市真的要來了嗎? 好像從去年開始就不斷有 政策轉向支持股市的說法 但是只有這次的反應是這麼大的 所以說這次轉向 和上一次有什麼不同呢? 而接下來 就因為這次的轉向 牛市是真的會出現了嗎? 大家好 歡迎來到康美小金投資有道 讓股票成為你的資產 而不是負債 就要靠回到AI的時代 前幾天有位朋友就告訴我 港股狂潮的那幾天 雖然很開心 但是現在最害怕的就是 可日子萬一哪一日到頭怎麼辦? 尤其是那天 港股大V的走勢 將它嚇死了 所以就來問我 阿智阿里有沒有可能出現到長期的牛市呢? 其實大家如果真的有關注這幾年的經濟和股市的政策 其實你一定會發現 這一次央行的政策是相當堅決的 範圍和力度都明顯更加全面和徹底 甚至乎有一種 沽住一閘的一個感覺 比如 在股市的重新定位上 央行這一次是直接參與購買股票 而且是沒有上限的 而這樣相對於將央行的資產負債表 壓在倒台上 倒的就是股市可不可以對居民的財富 消費信心和實體經濟產生一個反覆的效應 之前的股市 真的從來沒有出現過那麼高的地位 在議論上好像有一種 哇 蝕就大於賺的事情了 而在政策上 都是一種企業的融資的辦法 大家如果對於之前那些年內地股市有印象的話 是不是其實就是這樣 但是這一次 如果你從民間的議論來看 股市它是被正面化 是更加明顯的 現在都是全民在看股票 就好像當年全民買樓一樣 誰覺得買樓好 現在就是誰都會覺得炒股好 而且真的樓市的政策 都發生了180度的改變 首富的比例調整了 全糧房的貸款 阿錦都的利率都降低了 並且行購不斷地放開 最近連廣州都放開了限購 幾乎全面推翻了之前的政策 但是為什麼會有這麼大規模的政策調整呢 當然就是因為 長期的經濟下行 誰定得住 更重要的 這裏表明了 政策轉向的機制正在恢復和建立 所以這裏就是真正的 去提振市場的信心的核心所在 所以這裏為什麼都是我們之前一直跟大家提過 全世界的股市其實都是一種政治和經濟的結合的表達 而經過了這次政策轉向之後 中國的經濟的底部呢 應該就可以逐步去確認了 那當然 這個事情呢就比股市的 負責 太多了 那我們在這裏就不再都說了 我們只講股市 從目前來看 中國的股市的底部呢 其實已經基本是確立了 那都是為什麼這麼多人說現在行動 就覺得很大膽了 因為他們是相信了市場已經是有底部的支持的 不過呢變數還是存在的 因為現在國際形勢都發生一些奇妙的點上 我們千萬不要覺得萬事大吉了 現在金融戰是不是還在打呢 保持警惕保持冷靜 先可以在接下來的環境當中 首先要保住吃本金 然後呢 才可以賺到利潤 而至於開頭禁問題呢 究竟可不可以成為的牛市 小金在這裏只可以說呢 港股 A股 可不可以在未來的發展 成為的牛市 其實呢就要看兩點的 一個呢就是美聯儲的降息之後 全球的流動性的資金 可不可以被我們爭取得更多更多更多 因為呢 有其他的國家都是有一些 被低估值的資產 而這裏呢都是香港需要努力的地方 那再到呢就是 經濟 究竟是否可以恢復正常 因為這樣說呢 牛市的根基呢 是在於資本的漏洞性 環境的基本面 以及資產的估值 而這些的重點呢就是經濟了 那麼單純的漏洞性呢 不足以去構成這個牛市 比如說 10年的時候 日本央行呢就曾經決定 去購買 追蹤 股市的ETF 而這一馬呢真是將股市賣起來了 但是最終呢 那波行程呢 是沒有持續下去的 一直到最後 安倍經濟學的推行 那麼日本的經濟整體是平穩 才可以說引發了持續上升的牛市 所以說 單靠流動性呢 就難以去賣出一個長期的牛市 幾乎都是一些不可能的事情 那麼我們接下來要關注的就是 經濟能否去擺脫這個通縮 企業的盈利 可不可以反彈 如果真是實體經濟回來了 那麼股市呢 自然就會向好的 那麼其實呢 中美的金融戰呢 已經進入了第2週期了 從第1週期就是從 這個中美大放水呢 可以說是告一段落的 就從美聯署的降息 那包括中國央行的降準等等 那麼我們之前呢都跟大家判斷過了 比如說美聯署的降息之後 我們去關注的主機調呢 就是震盪緩升 特別要留意的就是 在降息和大選的節點 特別呢在大選的位置當中 11月5號 那無論是特朗普上任 或者是賀錦麗去上任呢 他們對於股市 或者說對於整個行業 對一個經濟的判斷 或者是影響會達到什麼程度呢 所以我們要關注一些 他們的競選演講當中 去提到的一些問題 那再有呢就是中國央行 在9月24號呢 進行到 宣佈降準之後 那我們要去關注的就是購買資產 而不是負債 其實關於這一點呢 我們在早前的影片 都已經跟大家去提過了 無論 中國在做什麼 還是美國在做什麼 都是導致了這一場 金融戰呢 走入到 第二個周期 就是 全球的財富 現在進入了 重新分配的過程 無論說你有沒有去關注 你做港股的有沒有去關注美股 你做美股的有沒有關注到港股 甚至乎A股 在這一場的變化當中 如果你還是以 這個固化的思維 去思考這個問題呢 我可以告訴你 你的財富呢 一定會被分配出去的 因為現在身處於全球財富 再分配的巨變時代 無論我們有沒有藉著去參與這些市場 我們都必須要去感密的 去關注市場的動態 去鎖定各個市場 最具備投資價值的股票 才可以抓住 2025年 最大的 全球財富機遇 例如我對於港股 A股的 觀點是怎麼判斷呢 第一個 當然 除了A股 中概股 港股之外 那會是 怎樣的看法呢 短期 你要看政策的趨發 政策一個一個 落地之後 究竟它是怎麼演變的 它落地的效果是怎樣的 短期要去看它的落實情況 那麼 中短期呢 就要看一下美聯儲降息的節奏 它會影響港股影響到A股 的市場變化 但是 中期去看 長期去看 我們都要回歸回到本質上 它的經濟基本面的數據 是不是一個向好的 因為 股市是經濟的程譽表 是反映出整個經濟的情況 所以在這一個 是我們對於港股和A股市場的一個看法 當然我們就去妄想 例如它們的股市是怎樣作出到一個分析 例如我們都知道 A股從9月的18號見低點2689 就一度上到10月8號短短兩個星期的時間 升到了3674 已經升了過千點的升幅 隨即 消化消息之後 進入了一個冷靜期 市場出現了調整 而這一輪的調整 非常之有趣 由高位調整下來 其實已經是調到一半的位置 看看當時在什麼時候 在10月的16號 它已經回到黃金分割比率的0.5 最重要的一個關口 0.5之後又反彈一點點上來 其實現在市場都是處於一個震盪市場 每天的波幅都很小 走到這個位置還在震盪 所以如果以上證的角度去看 0.5和0.618是我們特別特別要去留意的 因為0.5和0.618區間還有一個裂口 當然暫時去看 一定要去防守得住0.5的位置 因為0.5還是3183的 如果再落到0.618 我可以說 它的市場就有機會去偏弱了 包括0.5的位置 除開了 裂口之外 再有的就是前期的高位 所以這個平台位 最好是可以撐得住的 包括都是它的風值所在 我們再看回恆生指數也是一樣的 恆生指數 由 8月5號 8月5號升的這一輪調整下來 它都是調整到0.5附近的 20,000點 我們一直跟大家提 20,000點的關口太重要了 裂口所在 黃金分割比率的0.5所在 封值所在 以及 都是 早前的高位 這個高位是19,706點 當然它就沒有跌到19,000 因為如果0.618就要落到19,000 所以希望它真的可以在20,000點關口 可以守得住了 守得住 才會有機會、空間才會打開 但按照這個走勢去看 在這裡有一個比較關鍵的位置 由高位調整下來的時間 因為由高位調整下來的時間 一個波段的調整 無非就是8至13天 跌到了星期五的時間 我們看看13天是哪個時間 13天是在現在的基礎上加了一天 其實在星期四的基礎上加了一天 即是星期五的時間 星期五到了一個短期調整的波段的8至13天的調整範圍當中 並且 再有的是由低位上回來的55 可以說這個位置是有一個時空共振的 例如我們現在看到這條線變成了一個藍色 由8月5號上來的低位走到55 都是星期五 10月的25號去發現到的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到了這個時間共振 有短期的時間 有中期的時間 在這個位置走出一個 時間共振 就必須要有止跌的信號出現了 他跌到13天 他不可以跌到21天嗎 是可以 他跌到55 他是不是一定要起床呢 一定一定要出現到的 是中大洋竹 有中大洋竹 去確認到他回升信號才是穩定的 如果沒有出現到 那持續的 弱勢 或者是震盪 但是這個中大洋竹怎麼確認呢 因為確實走到55 你可以看未來三天 例如星期五 還是沒有太大報復的情況之下 最多你要看星期一和星期二 過了星期二就不行了 所以這個位置就會關注 這個是關於上政和恆子的一個變法 究竟是不是牛市重新捲土歸雷呢 必須要有中大洋竹的止跌 如果不是 他還沒有辦法擺脫這個震盪的走勢 好了 那這裏就是關於我們今期的影片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如果有什麼問題 大家也可以在下方和我們進行交流 我們可以再和大家去作出更多的分享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